- 希望大家更Think Bigger 在一開始投入發想的時候 就以Global這樣的一個市場的規模 無論是所謂演算法 或者是在一些標準上面 能夠採用Global的Standard 在未來對GlobalMarketing的 Promotion會相對容易 這個規模上 事實上是可以做更大型的突破 當你的規模放大的時候 我想一年的利潤幾千萬 我覺得可以更進一步 到幾億 到幾十億 七百億 這樣子的一個規模 在我們創投投資的這個角度 有一句話叫做 一中維新創的團隊 應該一開始就要去想 先去看國際的市場 就是要想好就是什麼 做到足夠的世界級的規模 必須有差異化 未來才有機會 到底誰要買單 這個買單的人要怎麼付費 未來在市場上才會有所謂的 達成這個營收布局的成效 因為醫學是非常Universal 對於你的這個不常的PA Market 要很清楚的了解 而不是產品面 而是你的客戶面 所以這個角度 這一個考慮的就不會是跟傳統的 做學術上的考慮 法規可能是一個天然障礙 對你來說可能是一個障礙 可能也是一個阻礙別人競爭等的障礙 所以應該把法規當成一種挑戰 你要的是超越它 飛越它 我想不只是一個產品的一個專利 特別是它相關衍生 對於產品的一個技術 或是其他的一個技術的部分 有更多專利的一個保護 我想對於這個產品 更加具有一個優勢跟競爭的一個效果 我們也看過很多很棒的技術 但是開始要進商話的時候 因為這個團隊的這個 不管是經驗 或是他的執行能力 或者是他的承諾不夠 那這條路會走非常辛苦 或是有醫師 或者是有這些工程師 像醫材的工程師 有懂得做經營管理的 有懂法規的 有懂臨床的 如果說有一些比較Key的 這些關鍵的人員 在這個Founder Team 這個是我們比較容易看到的 全世界標新的國家 VC就在做這件事情 找好的這個創新題目 那去找有經驗的這些經營的人 對於市場的一個靈敏度 跟這個產品開發的一些經驗 做結合 組成一個團隊 這才有機會 往下一個階段去進展